原來是周子樂世世四周年 你看到現在警察真的沒有空 你不說我都不記得 你哪有人很遲的 警察這麼好記性才行 不是的 真的有人很記性 例如黃婆婆我真的記得日子 他真的會去那裡獻花 有零零星星 尤其是住在將軍澳的居民 對於他們來說 整件事都非常刻骨銘心 在上德川停車場那晚發生的事情 那晚周子樂為何會這麼容易離世 之後我們看過法醫報告 就是說他一頭落地 他說他是不是清醒落地 這個是傳疑的 如果那個人清醒 是墮地的話 那你不可能頭率先碰地 你下意識地 那些手手腳腳 應該是撐住地下 來保護你的頭顱 最恐怖是找不到車鏡片去證明 找不到 所以最後死因庭的判決 你知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記不記得 就是死因傳疑 當然我們現在看不到 明明白白的死因結果是怎樣 但是這些傳疑 就已經給了我們永遠一個移民 他們是不是 周子樂 是不是被人推下樓之前 已經被人搏暈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這麼容易死了 而且之後為什麼 你也不會馬上得到救援 等於是刻意謀殺 要拖一段時間 拖了一段時間 最後周子樂就是因為失救而死 你們這些傻子 就是因為你在那個停車場 一帶 對呀 在那裡不斷放那些催淚彈 嗯 是吧 喪心病狂 這些傻子 之後總有有心人 你看到有人獻白花 不僅此 是黃婆婆的 應該還有 我只看到 好像毒媒 都看到有些人 但是現在警察 就真的 唉 他們就是 他們把這些日子都記住 在這些關鍵地點裡面 就住手住 因為現在警察實在太多人了 是吧 尤其現在很多大灣區 大灣區學堂 大灣區學景 那些大灣區學景 走出來 就要記得背定這些敏感日子 去哪裡走必 有人說 是不是怕回魂 你們這些傻子 周子樂 會不會回來找你們 你們這些傻子 真是 真是 這是一個這樣的日子 這些事情 每年 721也好 今天是7月 11月8日 就要纏繞著你們這些人 是吧 好了 另外 其實原來 最近 Taylor Swift 又說不來香港 跟著 Coplay 又不來香港 那些國際知名的頂級大明星 那些歌手 一個一個都不來香港 難得 有一個英國的blur 是吧 那 前陣子就說想來香港 但是呢 就是被拒絕 Bass手 Alex James 接受BBC的訪問 BBC第六台 是的 那他就說 喂 似乎呢 中國政府覺得我們 是不是壞人 不是好東西 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是 我們認為我們是 壞演員 所以呢 我們不容許回到香港 非常之不開心 那他又說 他主要是個Bass手 說這件事 因為他們過往來說 對香港 都有一些connection 都有一些感情 是吧 2014年的時候 他主要是雨傘運動的時候 他支持香港的運動 他靠使了一個專輯 就叫做Magic Reap 這個專輯裡面 其中是Ice Cream Man 以及Ghost Shrip 這些就是被認為是跟雨傘運動相關 或者是叫做香港的抗爭者致敬 可以叫做 因為2014年 他來香港那裏弄 剛好這麼巧 遇到 即錄音 是的 就有個靈感 就錄了 錄了 15年出的 首歌是這樣的 是 那 所謂 原本 他今年都快要埋尾 現在已經11月了 他最後一場 其實是在阿根廷 一直以來 都說想去香港 埋尾 最後在香港埋齋 但是 就是 申請入境的時候 然後 就說不給 其實他很簡單地說 其實是 現在的基礎手 Alex 就很簡單地說 我們就可能被認為是壞人 所以就不受歡迎 即是不被歡迎過來 這樣 就只是說一句這樣的說話 但是今天入境處就反駁 說 喂 你們小心點說話 你們這些傢伙 就說 未接獲有關申請 什麼叫做有關申請 有關申請 就是 對Ben 他應該要有一個簽證 簽證 就是簽證 主要就是 他就說 沒有收到你簽證 你不要說那麼多 嚴重失實 又說 這是誹謗性的言論 有什麼保留追究權利 吳景進也是這樣說 接著入境處也是這樣說 入境處也是這樣說 入境處現在就是說 沒有收到你的邀請 如果沒有收到 其實 又不需要說什麼譴責 現在你看到入境處 又在那裡惡刑惡相 入境處最介意一件事 就是他覺得 Alex James 你沒有申請到Visa 然後 然後就說 我們拒絕你入境 那算怎樣 如果是真的 心想 你是不是都不想你了 你現在這樣 在那裡抽我的水 你算怎樣 心想就是 我又沒有收到你簽證 入境處就回覆01 沒有收到他簽證 他說這些 散播誤道的資訊 就不能接受 為予以譴責 其實我也不應該這樣說 你有些風度好不好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我真的收不到你 還沒收到你的申請 說完 你應該學什麼 誰 學一下葉劉 是嗎 沒有收到 你應該 我給你一個電郵 你找我 你找我 我就會幫你忙 你學一下葉劉 葉劉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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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下 口印 他就先串了你 就是說這些 說話 你申請你那一回事 沒有申請 一場誤會 你不要亂說話 我們一向都很歡迎 這些明星來香港演出 求之不得 香港是盛事之都 應該說這些說話 你現在習慣了手勢 一聽到不順意 就說譴責 又說失實資訊 你不如說別人串導假新聞 又說 如果你說你現在試試入境 因為你這樣傳播假資訊 我就當你煽動言論 煽動意的陶罪 又會拘捕你 會不會 用什麼 這些事情 你就做出來反駁你 你沒有申請簽證 如果你申請的話 我想我們總會很認真去審批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話 還是是 我真的不知道 還是是 其實他們是用另類途徑申請 現在是不是 是不是 沒有所謂另類途徑 你這樣進來 全世界都知道的話 即是 如你所說 如果你Google搜尋 Blur 我不認識 但問題是他真的很有名 他不是說沒有心理 原本是之前網頁 他們說 Blur的網頁 其實是預告過 最後一站就會來香港 只是一直以來 沒有那個確切日子 即是叫做TBC 不是 這個 to be announced TBA 是吧 to be announced 但是 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你申請過之後 你會有人警告他 你不受歡迎 這樣 不需要 方無裏去申請 去處理那個簽證 是吧 有些人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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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代替了現在的正常程序 是吧 嗯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這樣就不知道 現在的入境處處長何佩山 什麼都跟國家安全有關 你走私龍蝦 你覺得是國家安全 何佩山答不了你的 你就找她老公 她老公是她上手 來的 是吧 曾國衛 唉 這個又好笑 不用惡形惡相 你就是一場誤會 你是不是搞錯了第二個地方 你是不是申請了第二個地方的簽證 你那個經理人是不是搞錯了事情 沒有的 我們現在查的紀錄沒有 你可能你的經理人吃錯藥 搞錯了簽證 還是江湖傳聞 OK 那你何佩山的那些是想來 想她來的 但是呢 就十號風球那天 就叫八折滴 漏了一份東西 就在的士那裡找不回來 你坦白啦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通常 就是你要申請的 就在這個 中國駐英國領事館 嗯 不是倫敦就去這個萬城 只有這兩個地方 有沒有接到 就是這兩個領事館 有沒有接到 Bler的申請 簽證的申請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那現在她說沒有 啊 不是啊 你現在香港的簽證 就不是經貿辦 經貿辦都做到的 經貿辦是否處理這些簽證 都做到的 我記得做到的 做到的 我記得是做到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就真的 那好像說英國人入境 香港用不需要簽證 英國人不用 但是 但是她說的是賺錢 是工作簽證 工作簽證 工作簽證 因為你開鬧 開鬧是工作簽證 就要的 他真的入海關 我忘記了 真的 入境處 是不是鄧以海 那些 是 鄧以海 是啊 但是你現在 你這個惡形惡相 有什麼意思呢 不是啊 他都是海關關長 你這麼兇死 我更加不敢來 是不是啊 我又覺得 其實他們 如果他們不是說 沒有心理的話 就不會說 就是 之前一陣遇 每個人都說想來的 我前入境處主張 歐家宏 現在那個叫郭俊芳 是不好意思啊 我已經搞不清楚 那些官員誰打誰了 不是歐家宏 不是 我的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又不用用安心出行 你什麼事啊 是 二人無人知境的 兩次當 所以就不知道他在哪裡 現在多了一個叫郭俊鋒的人 做處長